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Android中文资讯网 今次教大家的教学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拆Kernel 而得到root的权限和CWM 的Recovery 第二个部分会教大家拆过S3系统的ROM 首先就要将S2进入Download Mode的模式 首先关掉机器 再按音量的下键、Home button键和电源键 好,之后就将USB插入S2 再按音量的上键 在这个时刻就回到电脑上 开个Odin 在这个PDA里选择刚才我地下载的Kernel 再按Start刷入 好,完成了 这部机器就会自动Reboot 那部机器就会有黄金三角 大家是不需要理会的 好 好 好 那进入到S2里面的主页 就能看见到大家 都会有的CWM 和Super User 那就等于你的机器已经root了 而且成功得到CWM的Recovery Mode 當大家得到 CWM Recovery Mode 之後,就可以進行第二部份的教學,插入房 S3 介面系統的 ROM 在我們傻瓜包的檔案裡面,分別已經有 Android, ABK 資料及房 S3 介面的 ROM 我們首先回到電腦 當 S2 連接好電腦之後,就開回 S2 裡面的 SD 卡 再將剛才的兩個檔案,分別就是 Android, ABK 和房 S3 介面的 ROM 放在裡面 之後就可以回到 S2 裡面 首先將 S2 關機 之後再進入 Recovery Mode 就是按音量的上鍵, Home Button 和電源鍵 看到 Sony 的 Logo 之後就放開電源鍵 成功進入 Recovery Mode 那在拆這個房 S3 介面 ROM 之前,小編建議大家 將手機建議進行雙 wipe 的程序 那免得一會兒 裝 ROM 的過程中,或者裝完之後 就有些錯誤 例如開不到機 的情況發生 這樣,就先把電源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先把電源放在上面 遮住 然後再把電源放在下面那個 然後再把電源放在下面的 store zip from SD card 裡面的true zip from SD card 再選擇剛才我們放了進去的 房S3介面的ROM 然後按yes 那拆這個房S3介面的ROM 所需的時間都比較長的 大概幾分鐘左右 那希望大家和紹編一樣 可以耐心地等候 我們可以耐心地等待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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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之後就可以reboot這部機 那這次插 房S3介面的系統 就完成了 inclusive calm 然後轉動 Videor Flexion 進入過繫維時 請大家耐心這樣一會 someday 這是 archeác所 ñ 9 不斷按 next 再按 finish 大家已成功拆入S3系统的ROM 想等它变成更似系统 我们就需要到文件夹去 到 external SD 卡 刚才放入Android ABK 可以选择S3的介面 安装它 首先大家要先拆一下 再按 ok 再按多次 完成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大家收看